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保的概念在今天是深入人心 那么其实环保的实践当中包含了很多的范畴 像是环保的家居是人们非常享晚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在设计上面有一些什么重点或者是重点注意的事项呢 今天我们请廖宇泉先生来给我们解读相关的话题 哥本哈根峰会为全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环保风潮 也让环保家居的理念更加深入明星 人们在装潢家居的时候 不再单纯地注重室内装修的美观性 也更多地关注家居环保 提倡绿色选材 健康装修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理念作为设计主导 根据居室结构合理利用资源 以达到环保的目的 其实廖先生您看现在环保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东西呢 大家都很愿意去实现或者说执行环保的生活 可是其实一个家如果我们从设计开始就要把它设计的环保的话 这个着手点应该在哪里 然后应该最重要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最重要就是选择那个材料材质方面的设计 因为那个材料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现在市面上很多 例如说油漆都是有 味道的 对 有味道 有那个甲醇 甲醇的 油漆还有没有甲醇的吗 现在 现在有出一种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环保家具的话 是要用这方面的材料会比较好 那也就是说其实设计一个环保家具 在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的角度里面 它首先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选择这个环保的材料 没有污染的材料 对 那其实在设计上面有没有什么重点的东西呢 设计上在那个空间的划分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对家里用的冷气都是很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其实空气流动的这个方式 对这个电力的节省啊等等的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对 叫做后期的这个成本 对 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呢 全部都没有隔断吗 例如说在客厅跟走廊可以加上一道门 冷气的用量会比较少 客厅跟走廊里面如果可以加一道门的话 这样用量就比较少 对 然后它也是在设计上也是一个美观 有一种美观的作用 例如说那个书台 书台 写字台 要放在窗户的旁边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也不用开灯 这是一个设计上面的一个窍门 对 其实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 倒是真的 对 室内装潢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方案的设计 材料的选择 工程的实施等 装修材料是环保家装的根本所在 而且由于室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主要从装修材料释放出来 如果没有材料的环保 也就没有装修后空气质量的环保 环保施工也至关重要 以避免造成浪费或导致其他污染 没有味道的油漆当然是一个很环保的选择 对人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这个甲醛大家都知道是很对身体不好的一种物质 那其实在这个材料方面除了我们这个油漆的这一个重点之外 还有哪些材料 是叫做环保材料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材料 例如是用木 我们尽量少用塑胶的材料 尽量少用化学的材料 对 这样也是可以做到环保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用树就是环保了呢 那些化学的物料出来 也就是因为天然的物料比较匮乏的关系嘛 所以才会用一些化学的那种材料来补充这个大家的需求 卖的也比较便宜 其实木头也有分很多种 我们平常在做家具的内装的时候 尽量都不会用食物 还有地板方面也是可以用环保的材料 我们尽量可以用那种循环在做的木板 其实就是说就环保家具里面使用的所有的这个间隔也好 它的这个材质都是你觉得选择木质比较好 对 然后如果地板的话也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其实地板跟 其实木还有其他像竹子 都是一种比较天然的材料 这种天然的材料都是对人会比较好 环保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更重要的是在于一些看不见的细节 双层窗 节能灯 节水的水龙头 以及马桶抽水系统等 如果在装潢时选用效能较佳的节能设备 在使用时养成节省习惯 进行有效的能源管理 不仅能够大大降低水电资源的消耗 同时也为每个家庭减少一笔可观的费用支出 其实在环保的设计方面 大家都有愿望 但是真正实践过的你是属于实践过的人 所以就特别想请教你 我们现在要真的做一个家出来 我们是希望它可以环保的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做起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在用电方面 要节省一点 还有第二就是用水方面 例如说用省 比如说半年洗一次澡吗 不是 现在市面上的水浓头一些 它们都会有一种可以省水的一个系统 而且好像马桶也有这样的功能 对 马桶它们有一种是 对啦 电影店怎么节省呢 不开灯吗 不开冷戏吗 如果用现在有一种灯叫LED 它可以省电到八成以上 比一般传统的灯泡 对 还有在 如果在设计上 我们在家里用的颜色 如果用浅色一点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用的灯就不用那么亮 浅色的家具确实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好像如果家里面全部都是白的 或者是浅色系列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灯光照下去的时候 感觉好像它的反馈的东西比较多 也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疲劳 然后深色的东西可能就比较稀的那种 需要很大的亮光才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在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全部都用白色会很单调 但是其实我们在设计上可以用一些线条来调整一下 还有灯光方面也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选那个灯具方面可以选一点会 开了之后会有那个倒影的 所以它可以产生倒影效果的那样的灯具出来 这样子的话也会给家里增加一些层次感 对 而完全是因为这个照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跟一个衣镜的效果 其实现在你觉得就在这个灯具的这个方面 它其实跟设计的配合度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选一个很好看的灯 你那个LED的那个灯泡也可以用进去吗 都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都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LED的发展已经做得很好 很成熟 它们现在已经有出了一种可以调整灌暗的灯泡 然后它们出来的效果也是跟传统一般的灯泡一样 那所以今天非常的谢谢廖先生 来给我们解读这个环保的家居 希望您做多一点环保的设计 做多一些相关的一个宣传 解答大家更多的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先生 有很多种人 有些人是非常不善于言辞的 比如刚才这位廖先生 其实你看到他的环保家居设计 和他的那种灯光应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很有天才 但是当他坐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呀 我们的导演辉哥可惨了 他这条片子要剪得很辛苦了